奥运火炬由福岛起跑 途经日本47个城市 121天才抵达东京 因为疫情这一路上 督布着日本民众围观 这一届的奥运饱受疫情的煎熬 但是主办当局仍然坚持 让各地留下奥运的足迹 各位 大家好 大家好 刚才奥运火炬来到奥运 各位感觉如何 现在的感觉没有 我感觉没有感觉 零件都没有盛起 所以我感觉到 我感觉到这种感觉 对 有点残念的感觉吗 对 我感觉到很多警察 我感觉到奥运火炬的感觉 比较好 东京疫情在奥运开幕前加剧 让日本市民与奥运的距离 进一步拉远 日本市民感受不到 奥运应该有的热闹气氛 另外在奥运开幕前 病毒就入侵了选手村 使得主办单位的把关更加严格 选手村周围也到处是围栏 这所在东京市中心的奥运媒体咨询中心 当初是为了迎接到日本采访的各国记者而设 原本以为可以让记者们 更近距离的采访东京市内 出入更加方便 但是在严格的防疫条规下 现在只允许隔离满14天的记者使用 在疫情笼罩下 采访的记者们是寸步难以 你从哪里 我从俄罗斯 俄罗斯媒体网络 我明白 好 你怎么找到奥运的奥运 在奥运 我猜到奥运 很严重 我猜到奥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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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现在还在奥运 但新闻已经很强烈了 有很多 奥运 在奥运 已经在奥运 基本的国家 它是自门主义国家 是印度的 它是不同声音都可以发出来 但是呢 反对 正常是不同声音 日本有这么多人 反对 你自身 不认为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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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 不认为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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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オリンピック 是有趣能 但 不认为 感到不感情 不认为 比赢 过来 每个人 禁止 不认为 日本有很好的 国火 不认为 在这个情况下 大家做 整个世界 日本有良多 能率 比较 我们 有 也不太多地抽選 所以我都可以盡力 每次都平等地 在电视上看得到很严重 有一年多久的东京奥运就行 虽然说有很多意见 但是日本政府也在不断地改进 而且在防御措施上也有所的进步了 所以我们也期待 他们顺顺利利的半晚奥运 頑張务!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